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月祖第四轮赛事 今天的变态是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对赛双方为 正方圣工会女明才中学 及反方保陆陆世书院 现在我会介绍双方辩员 正方主辩蔡雅丽 第一副变谭雪亭 第二副变关子浩 协变林卓轻 反方主变冯乐瑶 第一副变温瑞恩 第二副变邓希文 叶变梁淑青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汇知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李政权老师 保良局赛继有学校辩论队助教刘梓泳小姐 正式提反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周敏良老师 本场比赛分为主变 台上发文 一副二副台下发文 及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变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文机会 台上发文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在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文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文机会 台下发文完成之后 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文及台下发文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 30秒有一叮提示 叮 够钟即有两叮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叮叮 详细赛规之前已经发布了 给各参赛学校 请问相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试咪 试咪 可不试多试一次 试咪 试咪 正确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主席 各位大家好 今天公平努力指出 现时全世界咖啡产能的80% 是由中值咖啡的小龙生产 小龙的数量组织有2500万 不少发展中国人们 依靠种植咖啡来生 甚至经常受到收购商的 不公平对待 Moxer 诺斯会指出 大部分小龙缺乏市场资讯 令他们在参与收购、买卖、 二价等市场的等的时候 处于特利位置 由于咖啡贸易由几间发达 国家的profit企业垄断 价格因而成其由他们被掌控 令小龙往往在咖啡 价格低迷的时候 缺本无归 接上要面对贸易碑 中间人Moxer等问题 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上涨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 贫乏不单只缺乏收入和资源 导致难以维持生计 还包括饥饿和营饮不良 无论中共无得教育 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所以社会歧视和排斥 无法参与决策 虽然扶贫有效 也不只能够取决于收入有没有增加 而是要评估其他方面的成效显然显著 而变体中的公平类的咖啡 是指农民无得认证加入合作者 同意组织并定的农药和化肥使用标准 然后透过公平类的渠道进行饭售的咖啡 公平类的组织对咖啡能够 承设提供一个能够维持生计 和冷却经营的保证收购价格 令农民免除价格担当的伤害 同时辅助社区发展基金 保险当地社区水电、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 公平类的目的是会令农民得到合理的回报 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维持生计 逐渐脱离贫困 而贫困是有不同程度和原因 应该由不同的政策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单靠公平类的咖啡 所有贫困的人 也许所有导致他们贫困的因素 而我方公的行动电题的标准 在于公平类的咖啡能不能舒缓以上所说的贫困问题 令咖啡能够进入有能力帮助自己出贫的阶段 而我方赞成电题的以下两点 第一,提升小龙收入 正如我方所说 现时咖啡能力收入可以说是极低 以奥特罗比亚为例 一公斤咖啡售价格是0.6美元 但咖啡能力一日的人工不够1美元 根据资料款单被建议 奥特罗比亚每人每日用在食物最低消费 更为6.22美元 可见咖啡能力人工根本低到不可以购买足够食物 根据香港乐司会的资料 如果咖啡的收入价格是一公斤26.2美元 高光达咖啡能力只能够0.5%的利润 即是大概0.14美元 在公斤贸易制度下 每款准合咖啡豆最低价格是1.4美元 更保证收入或是进入咖啡能力手上 ScareTri USA 仲裁Cora指出 公斤贸易咖啡的零售价开达到8美元来以上 令咖啡能力每年收入从500美元增加到平均近2000美元 而德国国庚庭大学在乌冠特的研究都证明 公斤贸易认证令聆盟增加30%的收入 第二,改次发展中国S Equip 配套 现时大多数咖啡生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社区配套不完善 令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低下 国际公斤贸易组织指明 公斤贸易的社区发展金是采取原材料 各种额外支付的一笔金額 公斤贸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决定投资项目 以波斯达黎加为例 多利的塔拉伊珠合作者为了解决何村污染问题 更公斤贸易的社区发展金通计了一间有规模的堆肥厂 将有机费用器物制制成有机水 提供给会员使用 达成循环经济的效果 又例如坦苏尼亚的坦苏尼亚凯拉合作社 就称高于国际咖啡市价三倍的价值 买出咖啡 收入的75%分别农民 剩下的25%成立基金 更在轻建学校 改善基本医疗服务 可见农民可以透过社区发展金对证客 改善自己的社区 长连邀助农民逐步改善生活水平 最后想问一方同学 如果你们各个公平位 是无效扶贫 那有什么其他方位 你觉得是有效扶贫呢? 多谢各位 叮叮 接着下来是反方主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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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喜欢 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讲可以 可以 订 知识 议判助助过 各位友方同學就剛剛跟我的方說,原來那些農民可以有8美元的收入 但請了友方同學論證為什麼會有8美元 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滿足生活及經濟需求,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完善社區資源 以增加長遠產出,才可以確保扶貧有效性 而公平貿易咖啡以調整市場機制作主要的扶貧手段 設定最低收購價為每磅1.4美元,作用謹作保障農民收入 無助確保自負盈規的農民可以回本並獲得利潤 另外,公平貿易組織以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作目標 嘗試從多方面扶貧,設定額外投資費 由零售商額外支付每磅0.2美元 但根據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報告,近50%的額外投資費 是用作繳付行政費及工資,30%用作購買農業生產所需品 用作完善社區自然的教育基建醫療資金所佔僅10% 未能有效從多方面實施扶貧措施,長遠投資力度不足 我方今天衡量辨題的準則為公平貿易咖啡扶貧成效是否長遠持續 一,沒辦法改善貧窮,公平貿易組織的統一收購價為1.4美元 而根據美國農業研究顧問團隊Colorfella Coffee數字 咖啡種植平均成本每磅1.35美元 以此作計算,公平貿易僅能為農民帶來5%的獲利率 根據2020年的數字,公平貿易組織下,咖啡農民年產量為600磅 扣除成本後年利潤僅得69美元,而國際匯率公司衛視的統計數字指出 69美元僅足夠支付一個南非居民一個星期的生活成本難以達到有效負貧 再者,不少技術落後的國家成本遠超平均數值 如阿瓜多生產成本為1.91美元,坦桑尼亞生產成本為2.6美元 1.4美元的收購價,無法確保自負盈規的農民有足夠利潤維持新計 難怪公平貿易組織自己都表示,目前咖啡收購價必須增加近一倍 才可以足夠令所有農民都獲得足夠的生活資金 可見公平貿易並未能真正令農民受惠 聽完友方主便發現,友方認為公平貿易組織保證收入已經等於有效負貧 但原來溝除成本之後,利用根本不足以保持咖啡農維持生活 請友方解釋為何不能滿足生活及經濟需求的措施都叫做有效負貧 第二,無助經濟長遠發展,聯合國教科民組織指出貧困是一個循環 沒有教育就沒有辦法去改善貧困的處境 屬於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Dr.Curman的研究指 真正的扶貧必須通過教育和廣泛增加貧困人士的技能 故教育是扶貧的關鍵因素 而根據公平貿易組織數字,2020年額外投資費大約是9000萬美元 僅得5%是用作教育之用,按照現時公平貿易組織旗下 咖啡合作者656間作平均計算 每個咖啡合作者所獲的教育資金僅得6800美元 按照美國全球捐贈會於發展中國家的學費統計 合作者的教育資金僅可以助養27個小學生或18個中學生一年學費 可見其實公平貿易組織的教育基金是十分之貧法 長遠而言,貧窮的國家仍然是很依賴著公平貿易組織 去協助他們的農業發展 對他們自身去脫離他們的惡性循環成效其實是不大的 最後就想問有方同學,要達到有效的扶貧 至否僅僅需要提高收入就已經是有足夠的成效 去令農民去脫離貧困?多謝各位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位辯源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一分鐘,反方主辯準備一分鐘,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十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位辯源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有向對方提問一次和回答一次的機會 之後回到正方一副環節,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在填寫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因為反方的分子第一格是發言次序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另外有一點補充就是在計時上遺免疊聲的影響 所以我在計時的同時都會舉牌示意 辯源除了要留意填寫之外 都應該要看看翼幕,看看我有沒有舉牌 以免那個填寫不清楚 好,現在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源作台上發問 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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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聽錯,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可以 聽 主席、評判,各位各位大家好 剛才發問同學就說他們的評論是長短持續 但其實今天我幫主見報所說的兩個理事 包括增加小龍收入和幫助到這些寫句 其實都是長短持續的時候 為何今天我跟同學又不認同方的兩點呢? 所以趁同學,今天你們覺得是長短持續 究竟是去到什麼地步你們才覺得是有效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任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用十分鐘 多謝你! 叮 还有15秒时间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主便答辩 叮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首先多谢友方提问 而且根据刚刚友方所说 其实不难发现我们已经有了共识了 就是在这个 即使有公平民为组织 我们依然是需要有一个教育 为那些农民去进行一些 为他们未来去做一些准备出来贫困的需要 其实我们 他就有方就问我方了 其实需要农民去做到有什么 做到有什么地步才可以呢 其实我方是认为农民是必须要去到有足够的利益 就是有足够的利润去维持他们的生活 去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而且教育也是十分重要 是要去到可以帮助农民他们的下一代 或者甚至是下一代 都可以去继续提升他们的咖啡生产量 维持新计 又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来 除了咖啡外另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不同的职业 多谢各位 现在请凡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再桌上发问 试咪试咪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我准备好 可以说可以 可以了 叮 叮 叮 主席评判着着个位 蛤 我吵醒你 主席 你说可以 可以了 叮 叮 主席评判着着个位 首先今天我方见到公平贸易组织 他自己说统一收购价是1.4美元 请有方和你交代一下 为什么这些农民的收入可以高达8美元 而这些8美元究竟是每磅 还是每日收入 还是每月收入 其次 有方和我说坦桑尼亚可以建议学校 但我方主席已经据出数据 原来只有5%用来做教育 发展尼方所说的长远发展 多谢各位 谢谢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 准备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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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以超過1.4美元 謝謝各位 外相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表 是米是米 清楚你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同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正如我方主任所說 以外塞俄比亞為例 一公斤的咖啡售價是2.6美元 我們公平貿易最低的價格是1.4美元 至少可以保證到大多數的農夫 如果沒有公平貿易 他們就遮得最低的價錢 危地馬拉西部高地的咖啡農 表示公平貿易收購距每一磅的咖啡 價格是1.5美元 居市價大約10個百分比 公平貿易咖啡不僅提供最低的收購價 還令咖啡農收入大幅增加 而在2010年全球2,200萬咖啡農裡 就已經有超過80萬咖啡農生產公平貿易咖啡 但是我官依然堅持這樣 是不足夠的 但我們不妨看看 加入了公平貿易 和不加入公平貿易的差別到底有多大 以玻利為價 梅希藥內斯 和科法卡瓦納合作者為例 全者加入了公平貿易 獲得比市價高出3至5倍的收入 每公斤年度獲利1,236美元 而後者沒有加入公平貿易 收購價只得每磅0.29美元 每公斤年度獲利270美元 所以梅希藥內斯即使只得獲利的75% 仍然會比科法卡瓦納整體獲利要多 剩下的25%作為社區發展金 不會出現比例不公的問題 外創外比亞咖啡農民合作者代表 亦表示他的兄弟沒有鞋著 小孩沒有錢上學 喝不到乾淨的水 更加沒有醫院 可以看到現時咖啡農 因為收入低和社區配套不連線 面對不少收入問題 咖啡農收入公平貿易 就是可持續和長期發展扶貧的出路 當咖啡市場價格跌至低1.4美元 公平貿易可以提供一個最低的保障價格 而當市場價格高於1.4美元 進入公平貿易的農民 亦可以用市價交易 例如在2011年5月至2013年12月 公平貿易最低價格 保障到農民合作者 每磅至少賺取1.4美元 公平貿易最低價格 公平貿易最低價格 保障到農民合作者 每磅至少賺取1.4美元 比2019年前半年 每磅0.97美元的平均市價高出65% 最後想問有方 為何今天咖啡農收入低 透過公平貿易提升和保障回收入 你們反而會覺得這樣是不合理 多謝各位 現在輪到反方第一副片 中三個小時 謝謝 青光可以 可以 評判 各位聽了有方最早發言 有方論點 有二 第一,友方指現時前剩1.4%的價格下限能夠提供小龍收入 首先多謝友方承認了我方主編所說 公平貿易組織未能直接論證價賓龍有利潤 所以就只可以退了 現時加入了公平貿易組織的人 比沒有加入了公平貿易組織的人收入高了 可見今天友方的標準是很低 只是增加了少許收入就效有效的扶貧 而友方援引了高廷根大學在2013年 在烏江達做的研究指出 原來現時的收入是可以高出3% 但其實這份資料我方也看過 原來原文說的根本就是支出提高了3% 為何支出可以直接等於收入呢 有方同學所說的8美元 現時農民可以賺取8美元 那聖加方同學論證 究竟一年農民的收入是可以高過8美元 再者我們現時如果收入是可以滿足到咖啡農的生活需求 那為何烏江達的咖啡農馬山加入了公平貿易組織 即日常都只是可以吃自己種的香蕉 在香蕉收成不好的時候 甚至連食物都沒有呢 再看實際數字 我方轉變指出咖啡農的平均利潤只有3.7% 而根據Cowarfilac Coffee的研究指出 一個咖啡農場至少需要30%的利潤率才能夠生存 並且支付食品和醫療保健等等的基本費用 有方定下的1.4收購價 設置價格下限根本就不聞到 令到農民利潤受保障的金融方法 保障他們的基本需求 現在方來指出 而有方來第二的兩點指出 原來公平貿易組織後會幫助他們興建一些基礎措施 例如教育、醫療 其實有方今天都承認 如果要達到有效負貨 必須多一方面入手而非單單提收入 但有方主便都指出這些公平 這些方面的援助只有188萬美元 有方今天的標準很低 覺得只要有就好過沒有 就等於有效負貨 但有方所舉出坦桑尼亞的例子 當方台上問到這個普遍性 究竟有多少的時候 有方都回應不到 原來今天有方的成效 就是只有72個參與了的國家裏面的一小撮人 能夠得到醫療保證 能夠得到教育 就叫做有效 請問有方對於有效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再看看實際數字 我們見到根據公平貿易組織 有84萬家金融參加組織 按照我方主便法律中國家小學生的學費 投資在教育的金錢 只能夠供17000個小學生一年的學費 但我覺得這樣已經算是有效扶貧 再者看到這一幅金錢 原來還有50%是用在行政費和人工身上 支付辦公室的冷氣費、文具費 並非直接幫助農民 當比例佔比這麼小 換作金額這麼少 根本不能夠保障價金融的需求得到滿足 還有各位其實無用的援助作者 經濟學家丹碧沙莫有指出 非洲是應該制定長久的方案 去透過教育品等的方面發展經濟 而因此對於非洲的援助 不但沒有辦法解決非洲的經濟問題 反而會令非洲一直貧困下去 他們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學習 只能繼承副業成為一名農民 形成惡性循環 繼續處於貧困之中 不然有方堂也承認要投放 根本要投放資源在教育方面 但公民貿易組織投放的資源 僅僅能供到1萬7千個小學生 還是有方堂覺得多於以前就叫做有效呢 多謝各位 接著是政方第二副別 請問我可以 請問我可以 準備好 可以 請問我可以 請問我可以 來到熱會的位置 總結了有方全場所說的發言 其實不難發言 有方和我十分不夠全面 而且十分不好 首先我們先看看1.4美元 到底可以在iTro買到什麼 根據愛塞俄比亞的物價 0.97美元 可以買到0.3公斤的蘋果 1.2美元 可以買到0.1的雞樓 1.33美元 可以買到最貴的牛扒 0.08美元 可以買到1.01的洋蔥 其實有方同學不同國家的物價 不同地區的物價都不同 請有方同學不要用香港那套 然後其實有方同學 是非常苛刻的 有方同學是要求 加入了工程外來的家庭之後 就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 但如果沒有一個問題 可以透過一個解決措施去解決 還有有方同學都不可以 否認到 加入了工程外來的農夫 可以大幅增加收入 還有改善社區的 長遠來說都是舒緩到貧窮問題 記住有方同學是舒緩貧窮問題 我們是沒有辦法解決貧窮問題 如果加入了工程外來的咖啡 就可以解決貧窮問題 根本就不可能的 而且我們不可以只要求工程外來的咖啡去做 還要他們國家自己的幫助 不如我們先來看看 到底加入了工程外來的咖啡 這些國家到底可以有什麼成效 然後 2012年工程外來的咖啡 有48%的社區發展金 是投資在改善社區和基礎建設上面的 這些投資對於農民和社區發展來說 都是有益處的 我們先來看這些例子 尼加拉乖的合作社 投資了水河和自來水管 有一百四十個家庭獲利 他們還有改善道路的興建學校 出力給教師 設立診所和藥房 設立獎學金 出力發展 然後第二個例子 就是埃塞羅比亞的發肥合作社 埃塞羅比亞是咖啡的發源地 同時也是世界上第四個最貧窮的國家 合作社的成員都是土著農民和小農 他們平均擁有0.5至2公頃的土地 他們當地的電力和自來水是非常缺乏的 合作社收購了這些咖啡 給了農民合理的價格 百分之七十的利益 是回饋給農民和合作者 而且透過提升收入和社區發展金 他們成功建了四間的診所 兩座的水分 也成立了五所的學校 去幫助兒童接受教育和消除頻繁 此外因為當地人 農民加入了封平址之後 有了多些收入 他們可以買多些的食物和收建房屋 其實封平址的咖啡 可以改善發展中的配套 而且有方同學 社區發展要全面一點 不可以只是單體教育 就算單體教育 我方也舉出剛剛輕易了五所小學 這些他們都可以觀見效育 其實社區發展有很多東西 例如機營、自來水、電力、道路 如果有方同學只是單體教育 是非常不夠全面的 請問有方同學 現在有這麼多的學校 為什麼有方同學還認為 加入了公平的價格是不夠的呢? 謝謝各位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辯 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可以開始 開始 謝謝 評判在座各位 來到伊夫威之 從兩個向到 今天條片看 第一 從短期出發 有方今天不斷重複 我們增加了收入 那就等於扶貧了 但等等 收入等不等於有利潤? 等不等於它就滿足到生活需求呢? 我方全場開始問 有方百美元出處在哪裡? 究竟多少年可以高達8美元的收入呢? 有方沒有說到 純粹跟我方說 可以超過1.4 就是說現在其實 其實在一個咖啡種植店 處於劣勢的時候 大家都只是同一收購價 1.4 原來收入只有1.4 我方主便已經淪淨過了 在一些平均的成本 就算是1.4的收購價 也只有很少的利潤 而到一些成本更加高 例如坦桑尼亞這些國家 甚至是要致富盈規的時候是有虧損的 有方和我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反而跟我方說什麼呢? 說他們那些地方的物價是很低的 可以承受到的 問題是有方和你跟我說的例子 只是一些食物而已 現在他們是不是只是 負擔一些食物的需要就可以呢? 他們不需要住屋的嗎? 他們不需要日常去看醫生? 他們不需要給學費的嗎? 有方和我請你倫值回 究竟這些有多少? 而再者 究竟 而我方主便也說了 年利69美元 在南非只是生活到一個星期 所以有方和你正義回應 那為什麼我方又計算了這條數字出來 而有方和已經不敢回應 一些利潤的問題 只是不斷用參加 東平貿易前後的數據做對比 以前0.6現在1.4 那就叫做有成效了 就是說有好過沒有 標準是極致低的 原來最後平均的利潤 只夠一個星期生活 原來他們最後都是要靠一些貸款 才可以維持到下一年的生產 原來他們陷入了長期的負債貧困 原來到了最後好像我方一副這樣說 他們連基本的其他食物都買不到 買不到有方和你所說的高級牛扒 只可以吃自己種的椒 所以有方和在短期內說 什麼滿足他們的生活 提高收入 根本是賺不住的 第二 從長期出發 今天很慶幸的雙方達成了共識 有方都認同教育是有重要性 但是今天有方和我講到其他的基建措施 我們就看看你所說的基建措施 和教育在那個社區援助金裡面 究竟佔多少 原來只是佔10個巴仙 而我方說到了 教育在這10個巴仙裡面 最多佔比的只有68元 一個合作社 6800一個合作社 一個合作社只有6800 他只供到27個小學生 好像有方和你所說 有些合作社他們可以建到5間學校 那就是說其他的合作社 已經沒有錢去發展教育 而有方和你全場 都沒有答到究竟有多少合作社 是可以建到學校 可以建到診所 你能說到寥寥是多少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公民貿易組織下 有72個國家 原來72個國家 成校正好像有方和你所說 都建了5間學校 4間診所 這個真是一個合理長遠的成校嗎 我可不覺得 到最後 如果我們做不到教育的投資 世世代代仲是耕田 種著咖啡豆 成員而言 他們只會繼續掏寫在咖啡園 成校在哪裏 我可看不到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位便員 向方 反方 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 正方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之後 由反方台下派出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發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 可以由同一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 二屆開始 請正方派出位便員 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試咪試咪試咪 想問聽不聽得清楚 清楚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 可以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 著著各位大家好 有方學跟我們說 教育才能達到脫貧的一個目的 我方都認同是教育是可以達到脫貧 但其實教育只是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方向的 但有方學你們要清楚 搞清楚的就是 現在農民其實 窮到是連基本的開銷吃飯 那些都是應付不到 有方學有沒有任何的幫助方法的時候 究竟怎樣才可以達到教育去脫貧 還要是達到幾多人都有教育呢 有方學完全是要交代清楚的 謝謝各位 反方有分鐘時間準備 謝謝大家 鈴 鍵 鍵 鍵 準備時間結束 反方派出位辯元答辯 試咪試咪請讓我聽得清不清楚 清除我準備好可以講可以 可以 定 評判在各位有方台不斷質問我方法案 即是有方台已經退無可退 所以試試論證公平貿易是唯一能夠幫到咖啡龍的方法 但是公平貿易是唯一方法並不等於有效的 而當我們見到今天的辯題是說什麼 今天的辯題是說有方台要論證公平貿易組織可以有效扶貧 而不是說公平貿易組織應否存在 所以有方台應該要論證公平貿易組織有效扶貧 而不是我方進有方台的論證給你聽 再者我們見到有方台一方面就說 原來我們長期要去做一些教育的措施 但是短期情況下又滿足不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連吃飯都沒得吃 有方台究竟是要做長期措施還是要做短期措施 現在不能發現今天有方台是很矛盾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原來投放在基建月資金只有2% 72個國家只建了4間診所 這個難道就是有方台所說的成效? 謝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排出位便宜 再排下發問 市米市米聽不聽到? 可能要開一開鏡 聽到?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有方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不可以單靠公平樓也解決貧困問題 不嘗試縮小自己的冷靜責任 或只會能夠舒緩貧困就算有效負貧 但是根據蘇勒志泰爾光 國家理工學院管理學院的副教授 Cred Yorand & Jenner 在奧塞俄比亞的研究發言 公平樓的認證沒有對改 先貧困產生重大影響 有方就說國安農民收入不足以維持 新的1.4美元的收購價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建議即使加入公平樓的咖啡之後 農民的生計仍然無法保障 因為1.4美元從來都不是純利 扣除成本之後 農民所得仍然甚少 請問舒緩了些什麼呢? 又對咖啡農的生活有多大改善呢? 多謝各位 現在剩下一分鐘時間準備 收集結束 谢谢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圣圣方派出位便言答点 可以 叮 主席 原判俊日为大家好 先多谢康围 有个同学说今天公平外咖啡起不了最大 我方当然不 因为今天对公平外咖啡之所以对龙虎起到的影响 因为他交易了公平外咖啡 但我们见到其实可能现在任高龙虎还要交易的时候 他便是起不了影响 那我方其实又开始要斟酌自然 他们就说输缘同同是输缘在哪 我方主席其实已经和你讲过 今天他们增加了收入有个同同是不理的 多了写一次才你们又说不行 其实我方今天都主席在哪 开始已经很清楚地说了 今天我们的标准就是要输缘到困同的问题 而且是带我们尽量不过可以持续去 达至最终去团同的阶段的时候 今天就是达到了你们所说的标准 为什么今天我帮我说你们有不同 在写行途中是要经过输缘的这个步骤 多谢各位 现在请盛方派出位便联络 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盛方派出位便联络 是 写行选拨 开始准备好 成功可以 可以 叮 主持评判长庄署各位大家好 原本咖啡林的收入是0.8美元一公斤 有一公平毋可以提供最低1.4美元 平均交易价更加2.84美元 已经提升了他们的收入 多谢各位 反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不好意思,我们刚才听不到正方同学有问到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一下主席听不听到 或者可不可以请正方同学来一次 不好意思 我这边收音完全没问题 请问三位平坡听到对方的发问 台上变缘都好像听到 我想他说他那条不是一条问题 台下的问题是对方不是一条问题 我认为他是这样的意思 他意思是说他觉得那条是一个论文 就是这个陈述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不肯定蔡规会否容许他再发问 还是怎样计分 没错 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 反方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问到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究竟是技术问题 导致他听不到 还是没有问问题所以听不到 在这个情况下 看看蔡规有没有怎么处理 例如是否反方可以要求正方那边的台下问多次 还是反方是提出一个质疑 是不是真的没有问过问题 而评判如果大家觉得没有问题 可能就要看一下那个分数要怎样比 就是蔡规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蔡规就没有写明这类的情况 那我相信是正方台下 就是收音是没有问题的 是因为正方台下就没有问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建议是正方台下 会不会保问这个问题 然后给反方可以作答 那另外如果这样的情况 可能主席都或者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几个评判 应该都听不到有什么问题 那可能问完问题之后我们的分数 就是问题的分数我们都随量去 那不是说要给零分 因为实际上分子里面都没有零分的 是的 那我们自己再怎样调整个分数 那正方台下可不可以邀请你再问一个问题 给反方作答 听到 听到 那我曹生计国士 对 听到 主席 那我想问你有方同学的标准 是不是过高呢 多谢各位 反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对 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可以 可以 可以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请有芳和我不要再继续重复收入上升了 今天我方已经说了 你要去衡量这班农民 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功被扶贫到呢 要看他们的正利润 即是说有芳和你只是不断重复 他的最低收购价是1.4收入提高了 是没用的 今天我方已经说了 他们的成本平均已经有1.35 甚至是贫穷的国家 技术比较差的时候 成本高达2.6 请问有芳和你的收入1.4 但你要致富盈亏去给2.6的成本 请问利润有多少 你没有利润的时候 你这样就叫辅到贫了吗 很明显是有芳和你自己标准过低 好了再来 有芳和的标准过低 还体验在另一方面 教育说辅到1万7千个小学生 就够了 问题是1万个小学生是一年的学费 即是说如果有其他年的话 是有些小学生要绝学 还有整个公平来的组织 有80万个农民 80万个农民里面 只有1万多个小学生 还不算中学生的学费 正在分合学 为什麽这个数字 都可以是有分合理所说的高成效呢 是否你自己不断降低 欢迎时间揭 如果我说丁丁之后 请辅员立刻停止发言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辅员 作第二条抬黑发文 代言 丁 今天双方都有共识 就是负贫要从各方面入手 而非单体收入 但有方却从来没有认证过 一不知今究竟有多少 又有多少学校议员是因此而起 只是不断地说 某几个小数合作社的例子 我看主编都说过 公平内液下的额外 资助金拒 大部分都是投入在生产咖啡中 只有一小部分是摆在基建 可见这种购买在农产品的资助方式 本质上出现问题 教育没有改善 夸待贫困问题长全 这种咖啡农 永远都只是可以做咖啡农 这个是不是就是 有方负贫的最终目标呢 多谢各位 正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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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OK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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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请政方派出变员答员 示威,示威 清楚准备好政杠可以 可以 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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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朋友问我们 今天究竟是咖啡合作社 究竟是多少起了出来 那种人比较过来 其实我其实比较过一个很详实的数字 今天每一间的咖啡合作社 到底起到多少 所以我方就应该进行 今天那些咖啡合作社 可以起到有什么实例 可以起到什么肥理厂 或者起到一些诊所遮掇 但是今天我可能问 你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今天你们说到 那么多黑的事 说到这个社区发展金 和北坑的成果之下 究竟今天是有多少间合作社 有着发展金 但是什么都做不到 其实这个例子 在社区发展金 才会给出来的时候 今天我方不断强劳 社区发展金做不到 又禁不堪用 又禁不堪用 只得了10个百分之下 那我就说 我方就很疑惑 那究竟今天这些基建 实在是给了出来之后 究竟这些龙股那么强劳 他们是自己鸣和巴黄 给出来的吗 那如果今天不是 这个社区发展金 发挥到代表 那究竟是什么要给出来 究竟是要去到一个什么金额 可能我才觉得 是一个社区发展金 应有的金额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是结变环节 双方结变各有1分钟时间准备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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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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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又是否这样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平贸易组织 提供的社会援助金 当中有极小部分是用于发展教育 大部分要去购买重咖啡的必需品 请工人行政费身上 照咖啡能不能学习 做出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都没办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受人以为不如受人以为 相信大家曾经听过 即与其令到这帮农民有食有水音 我们更应该直接令他们透过教育 用自身力量赚取食物和水 真正达到有效扶贫 在今天公平贸易组织所提供的教育资金不足 这些贫困儿童没办法学习 怎样做到有效扶贫呢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和我方说 哪怕是有极小数的合作社 又发展到教育和医疗都好 原来都只是一些估励 甚至有方同学 连这些合作社的时候 都没办法和我方论证 也就是说有方同学所说 做到医疗或者教育是一些很个别的例子 你现在看到的是 在656间合作社当中 有极小数可以做到教育或者医疗 就是今天有方的标准十分之低 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够接受教育 可以享受医疗就可以等于有效扶贫 所以有方根本没办法论证 公平贸易怎样帮到教育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方都明白 公平贸易组织自力帮助农民 这并不是反应公平贸易组织的全盘努力 相反 公平贸易能够拿小部分人的日常生活 可能有少少的改善 不过在一些成本高过去收入的地方 都完全起不到作用 这种就是有助扶贫 但是今天我方想和有方同学讨论的有效扶贫 是帮他们摆脱恶性循环 不用继续成为一个又辛苦又低的咖啡农民 这会阶层向上流动 而一切的前提就是令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投资 然后发展教育 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上次大家都有听过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 但是理念上要实质 对于一班贫穷的咖啡农民来说 可能在读了书之后 就不用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 也可以出去见近广富的世界 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 例如金融或者从事服务性的一行业 即是工作收入都给农民工 挥赚到更多的钱去反扶父母 你知道巴勒斯坦的米拿兹自有贫困 好幸运地 他接受到资助能够接受教育 在读完书之后下定决心帮助而捍卫自身权利 未来他都决心成为帮助他人的资助者 由此可见 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他们还会帮助更多人 先有方同学看清楚这帮农民的股方 我再自说自话 谢谢各位 各位 然后轮到正方欠边作结 四 outputs 刚才 净楚 襲二 请数lak可以 可以 丁 主席, 各位, 再一次, 大家好, 来到比赛的女星 今天我们双方可能的店长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收购价格 有关一口咬, 其实无论任何情况下 公平购买的价格也只有1.4美元 我方不业其谈跟你说了这个字 只不过是最低收购价格也有 总裁跟你说其实价格很高的时候 我方同学牵批不相信 好了, 我们去一万项, 就算假设 只能借1.4美元 那究竟这1.4美元实际上对这些农夫做了些什么呢? 有可能数据权位跑出数据就跟我们说 其实这1.4美元是做不到任何东西 什么都做不到, 但他们所说的要求 但你有没有审视过1.4美元 对这些当地那么资讯和佛的农夫来说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我方以赫就跟你说了 1.4美元可能给阿塞和阿博买鸡 买了牛肉的时候 有可能如果他们本身买不到这些食物 今天透过加了公平购买的咖啡 他们增加收购买到这些食物的时候 不是改善了究竟是什么呢? 尤其是今天阿峰和我完全不敢和我们提 今天这些咖啡肉本身加入了收入 未加入了公平购买咖啡的收入是多少 各方提出的时候 是不是做出比较的时候 有方和我说 其实今天我们不可以未加之前 和比较之后的数据 因为这样是不公平 那我就想问有方和我 今天不是比较加入前后的数据 不通是比较 今天这些咖啡肉做了李嘉诚之后的数据 有可能说 今天我们就是和你正正看到 今天他们由来升到1.2美元的时候 甚至2.3美元的时候 有方和我都依然是不满意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方和我今天由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看 今天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角度 对我来说 平时14-15美元多人不足够 因为我们开支 根本就和他们不可以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觉得今天可能1.2美元对我们来说很少 但对他们来说 其实已经是很多的上帝都应付到 我们不可以开支 当我们说到食物的问题 有方和我又越来越多要求 说要解决教育 又是解决医疗 又是解决这样那样那样 但是有方和我没有听清 我们的主研告是什么 我们的主研告是说了 今天平均问题细入不同 程度有不同的因素 要因绝疗不同的这个政策去解决 公平外的咖啡只不过其中的出路 不代表今天所有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这些咖啡国家 他们所有社会的问题都要透过公平外的咖啡来解决 其次是社区支持的问题 今天可能不断强调 其实社区的发展金是不足的 又不断强调就是只有10个百分比 但我方向给了很多例子 也有两方面 今天如果真的只有10个百分比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这么多一点 方向不做了 不同意 其实有可能我说 这些钱都不用了 但是有可能我所提过 这些必要开支 那如果今天他们不用这些 要开支全国做了四个发展金 他们又是做不到咖啡的同学 所以今天必须要含量理解决 今天这个咖啡和这个咖啡收入 和你的社区发展金的分配比例究竟是怎样 而其次呢 今天可能我不知道再来讲 有没有想过的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的事务上 买了很多咖啡 你开去连锁到买了百多元 你都可以便利店买了几元一半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看来这些咖啡好像不一样 但实际上它们有机会是同一个原产地 同一个供应商甚至同一个老夫 而为什么这个情况 即使是他们今天出来的市价都不同 但最终他们的收入价都一模一样 其实就是今天无论哪个供应商 在收到这些咖啡豆之后 他们的收入价都一样的 那么低 今天可能有人会觉得 其实这么简单的问题 平时我们要叫这些收入价 平时高分就行 但今天很不好意思 收入价没这么做 哈国企业也没这么做 因为这么简单 他们反而不会做 它变回什么 压榨剝削的这些老夫 所以今天如果收入价 他们反而合理一点 根本就不需要有公平行的出现 而其实不止有公平行的出现 而其实不止有公平行的出现 又是没有老夫 那样的问题 他们种植这么多咖啡 其实他们能不能自己喝回呢 答案是不会的 例如乌光达这些地方 其实他们是不会喝回自己的咖啡 因为咖啡根本就不可以过谷 他们种咖啡 不是推广咖啡文化那么大 而是纯粹或者同样收入 所以咖啡价格高低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 现在我们看到公平行的咖啡 就是提供一个可持组 还有靠他们自己自力更新的附近 去给他们 都获得合理的报酬 这些报酬不是一次性 都不是人家给的 而是可持组 和可以自力更新的 今天无论你得到收入怎么用 或者是社会怎么用 他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到这里我衷心希望大家明白 绝贪不在一部登车床不路拖 谢谢各位 比赛现在告一段落 大家请稍等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议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个评判要先选出 三位表现较优的辩元 再分别给分数 最佳一位要得三分 次佳一位得两分 月下一位得一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更多分充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谢谢 Swami 各位同学,邀请黎老师做一些分享,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今天政方在回应方面最好可以想到一个 总体你们的回应策略应该是怎样 我觉得有些是可以的,但是有个别的变缘 好像整个发言都只是出了自己的底稿 好像没有什么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反驳对手的攻击 而实际上对手大概有什么 虽然对手的攻击究竟是说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研究 或者是哪个人说的,就未必可以听得很清楚 因为实际上他也未必每一个的 例如他和坦桑尼亚的成本是2.6美元 究竟是谁研究出来的呢? 类似的例子未必每一个都有 但是大概那个方向是怎样 应该是有想过的 所以可以多一点去回应 其实也都欣赏了 例如正方去到异负和杰便 你们都能够去捉到别人一些东西 因为别人扭你一些东西 例如说 由反方的主辩和一户 他想把你们的最低收购价变成统一收购价 即是说将那个最低收购价变成了 我不理你的质素是怎样的 总之我就只会给1.4美元而已 就算你质素好质素差 我统一都是用那个收购价 有出来回应发 那个是最低的 如果质素高一点 难道你种蓝山咖啡 我都是用这个价吗 我当然用高一点价 有做一些回应 OK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在回应的时候 要有一个总体的策略呢 就是因为我很欣赏你们的结辩 无论你正方这边的结辩 到最后你能不能拿到Bestie 但是你的回应我觉得是OK的 因为你做了一样 你前三个人没有什么怎么做的事情 没有质疑的事情 你前三个人不是很做到那个前后的比较 如果没有公平贸易的话 他们的收入会有多低 如果以反方那个来说 公平贸易 他参加公平贸易都是死的 一年都是69美元的 其实按计他不参加公平贸易 其实他应该是做不到任何访问的 因为他已经饿死了 基本上 参加公平贸易之后 在合作社之后 其实他们的收入是增加了 但是你怎样能够令到 评判觉得是真的有一个分别呢 是真的扶了贫呢 令到他们的生活质素改善呢 其实你要做前后比较 你主边那里有少少做前后比较 但是之后你一副二副 甚至你答问等等那些 都没有再很明确地去令评判觉得 是的 他们以前真是穷到死的 现在最低限度 他们的收入就多了 或者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做到 他可以持续地去做一个生产 就是你最低限度 就是要有多少少这一类的回应和质疑 今天反方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但是那些质疑是不是每一个都是 就是会是很合理的呢 似乎你是除了回应他们那一大堆 不同方面的质疑之外 你没有做回 你不是在 就是你去改善 已经是改善了自己生活那方面 前后比较那方面 做得不是很够多 不是没有做 但是不是拿了很多事的 就是在这方面不够出的 听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就会有些蝕 至于 以及就是 以一条辩题 应不应该问反建议呢 其实是要看下辩题的字眼 以这一条辩题来说 的而且确理论上 反方是不需要提出反建议 所以其实就不要问 对了 不要问 虽然我是不接受的 还有我个人是很讨厌一种 总之你问反建议 就说 你肯定是证不了自己的辩题 所以你才问我反建议 但是你肯定是一退再退 我才自愿问你反建议 我其实是很不喜欢这种字眼的 人家没有退的时候 当人家没有退 人家一开始 由头到尾都是说那些东西 主题也是一样的 究竟他哪一面退了 你反方那边 你没有跟我说 他有什么是真的退了 我又听不到他真的有退了 然后你就不停跟我说 他一退再退 退无可退 我就很不喜欢这些 人家根本没有退过 你就说人家退了 我不知道是套路也好 或者是什么方式也好 总之我就不太喜欢 当然 语言的分数又不是很高 所以不扣得你多少 但是这些都要留意 人家真的有退 你就告诉我他怎样退了 总之打个个位置出来 你退了 你退了 你退不可退了 我不是太喜欢这种 还有人家问反建议 你最多是答 其实这条辩题 我们正在讨论的 究竟这个方法行不行 而不是说 总之你 你问我反建议 你就心虚了 我不同意 这种也不是一种很有逻辑 不是一种很合理的反问 反问或反击方法 反问或反击方法 那接着是 那当然 在回应 攻击等等那方面 今天反方是 很能够用到他们的 很能够用到他们的 优势 例如有很多 有很多地方是 可以质疑的 看看政方能够 可以 几有组织性地 去回一些 例如一些例子等等 这方面 当然整体来说 有很多的 有些说法 是正方可以做一些回应 例如说 一年的利润只得69美元 我第一个想法 如果一个人 一年利润是69美元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否一年 只能够有69美元的生活呢 如果是的 应该已经饿死了 因为最低限度 一个人每天应该要1.5美元 才能生存到 其实你应该访问不到 因为他已经死了 或者你用南非的标准 南非是非洲最有钱的国家 生活指数最高的国家 那你用它来含不合理呢 不是说你有问题 而是正反方 就有一个穷举订出来的优势 所以到这方面 反方做得最好的 就是利用到自己的优势 但是有些事情 其实是正方可以回到的 正方的回应的策略 可以做得好一点 那先说到这么多 谢谢你老师的评语 接下来邀请刘晓榮小姐 再分享 好 那首先多谢赛会的邀请 也多谢两间学校 在星期六的早上都来比赛 那大家都所见 那我和大家的年龄 都不是相差很远 所以可能我的评论 就不是一些 就是我对于公平贸易的认识 其实都和大家可能 在比赛之前都差不多 我都只不过在通识书上面 见过公平贸易而已 所以可能和大家的起步 怎样差不多 但是我主要就会 从一个辩论员的角度 或者是一些我听完之后 其实可能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很能够 解答到我的地方去着手 那就是希望 你们下次可能在解释 或者是 在讲你们的辩课的时候 可以多一些考虑一下 究竟评判作为一个正常人 他是否真的 对这个题目那么大认识呢 那首先就是一个 我做了几场评判 就是大家要明白到 你说了的东西 不等于评判又听到的东西 就是很多时候 尤其是第一位辩议 就是我没有心攻击 但是 因为一开始 我们还没认识的时候 突然之间 我就是留意到正方的主辩 就是可能 语速比较快一点 还有可能 因为你这份辩课已经很熟 所以你就是说得很快 和很密集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重点的位置 我都是写不及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无论是你的语速 或者是你用的专有名词 或者是等等 你都一定要够贴地 和要够可以给你的听众 是有时间 是可以帮你抄得到 和记得到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件事 那就去到双方了 那首先 今天正方一开始开的 其实是提升一个收入 和一个社区配套 那其实社区配套 我觉得是有点退了 那 因为你一开始 你们讲到合作社 除了学校和医疗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论述层面 才可以说到 如何是可以帮他们扶贫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正路 因为如果只是说收入的话 你们的战场就会少了 但是 你们后来 几位辩元 就跳下去 跟人们拗 收入那个位 那其实 变成了你们自己 本身那条论线 就有点抛弃了 但是相反 反方一开始 抓住的短期和长期 其实他们去到后来 都依然有收入 那这个可能是开的论线 去到后来 有没有持续地收入的问题 那 跟着他的台下 发问那里 那其实 都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正方 问了一条问题之后 其实 去到后来 我才发觉 反方的回应 是可以被摘出的 因为那时候 正方就是问 究竟 长远持续的定义是什么 那时候 反方就是说 至少要农民的下 或者下下一代 可以透过教育 是可以改变到 甚至可以做其他职业的 但是 其实 听到去 可能去到反方 可能去到 异负或者劫便的位 我才发觉 原来他这个标准 会不会是过分苛刻 或者会不会 其实不是一个公平贸易 或者是 就是这样搞合作社 就可以解决得到的问题 那 但是 当时正方就好像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 就变成了 就错失了一个机会 可以去 他点出反方 那个标准 未必是真的合理的 那去到一副的位置 其实 我比较大的疑惑 就是听完你说的比较之后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 究竟有多少咖啡农 他们本身 那个 那个 收购价 是低于1.4美元的呢 那我又不是真的很清楚 我知道本身是真的很低 但是究竟 平均以前的数字是怎样 后来 你说升到到2点多 我就听到 但是以前是怎样 那 所以都是正如 刚才的老师所说的 就是 没有办法好说到 究竟以前他们的生活 是有多么困难 而通过这个计划之后 他们又可以 改变到多少 就是 我也同意 是作为在一个 香港长大的小朋友 你很难想象到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 所以 就更加需要你们 看完资料之后 跟我们说究竟 这个合作社会 帮到他多少 那去到 正方二父那里 就想提一下你 一开始就说了很多 关于1.4美元 可以做到什么 那其实那一串 我想是有用的 如果你可以 很准确地说到 但是因为你 说了一轮嘴 因为很多数字 我就抄到 不知1.2美元 不知1磅 什么 1.33美元 就可以买到最贵的牛扒 就是那一串 太多数字了 是多到 我很想努力抄低它 但是我真的抄不到 所以就 你可能要想个办法 例如 1.33美元 就是等于多少 就是你 要不就是和我量化出来 要不就是我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不是你和我说 1.3磅牛扒 1.3磅牛扒 就是多少 不如你和我说多少块 如果不是 其实我的脑是转不到 你要理解 是的 接着呢 二库就说了至少有两个例子 就是说这些合作者的成功例子 但是我看到 你们的成功例子 很多都是直接跟我说 有水塔的 有诊所 有药房 其实预期你不断重复 有水塔 有学校 有诊所 有药房 不如你集中有一两个例子 是你开心一点去说 那个地方本身的 就是有多么差 接着可能有多少个学校 例如下一个例子 你就说到有两个水塔 五个小学 所以我觉得你起码有些实质的东西 比你直接重复 有什么是建了出来 因为那个设施 我觉得你建了什么设施 其实每个地方都差不多 但是 对于那个地方的居民 究竟有几大帮助 才是最重要的 接着呢 就是另外一个 双方 没有解答我的问题 就是 其实我是不知道 一个合作社究竟是 有多少农民去 不是 是的 有多少咖啡农民去 建立出来 还有他们是可以 就是他们设计要 监装有多大的社区 其实这件事我也是不清楚 因为 虽然我明白 他说一个合作社 可能平均只能够 有27个小学生 和18个中学生 这个数字 听起来是有点小的 但是究竟他本身是服务 为什么有多少农民加在一起 如果他的基数 例如是一千 或者是一万 那其实相距是很远的 这个也是 因为纯粹是 可能大家都 你们承认了 你们会认识 但是我不认识 台下发问就是 刚才我说到 就是说 有问过 就是正方有问过 有没有其他方案这个问题 也正如刚才那位老师所说的 其实这个题目 就未必 就是需要问其他方案 因为 就是单纯在讨论公平贸易的 这个 对于扶贫有多大的有效程度 那 而 反方的回应就令到我 因为反方是达到1.4美元 但是 我反而就是想问 其实究竟是怎么去决定 或者是去制定那些交易的价格 因为 假如如果制定那些交易的价格的人 始终都是 购买那个人 而不是 就是农民究竟在里面 有没有很大的权力线 因为 你们不断说 1.4美元 由一开始 我以为那个就是一个 固定了的价格 到后来我才知道 哦 原来那个是一个最低的价格 那究竟 是怎样才可以 高过1.4美元呢 是不是那个买家 说 现在我给你高些价钱 那么农民就可以 买高些价钱呢 还是怎样呢 那么 所以如果 变成农民在这个地方 原来他是很有价格的 就是他是可以 说 我今次这个 至少一定要2.5美元一磅 我才卖的 这样 然后再去找买家 有人去接合才可以 那么 如果农民在这里的价格 是高些的话 那么 变相 好像有没有反方说得这么差 但是 我又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样 去运作的 所以 就 变成反方才不断去强调 说 最差1.4 最差1.4 就会令到我觉得 这个情况好像真的好弱 这样 是的 去到最后就是 反方要留意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说1.4美元 是会令到这个情况好像真的好差的 但是 要留意会不会差点去跌入一个就是 好像为了夸张点的数字 而令到那样东西未必是真实 就是 你们去回答第二条的台下发问的时候 你就有提到说 利润可能 值得1.4美元 但是成本就要高达2.6的美元 但是其实 2.6是你找到的数字里面最高的一个日 suppose 就是不知道坦桑尼亚还是哪里 他们每一磅的那个成本 但1.4就是 他们最少可以获得的利润 所以其实 是把两个最极端的东西放在一起 但是 你在言谈之中 你又没有很清楚地去说 就是 就是没有说是最高的 就是搬了这两个 好像这两个就必定会放在 利润和成本那两边 那就 变了做有少少可以改进的地方 那 最后我也同意政方的结辩是做得好的 但是 如果你可以早点去提醒 评判有关 用一个香港人的视觉 放在他们那个地方是对不对 还有 究竟 反方他们今天开出来的标准 会不会过分苛刻 可以早点去提出来的话 那 相信会对于你们那边 会打得轻松一点 就不需要不断 只是针着在收入那个位置 令到你们根本就 没有时间去应付其他社会配套 或者是其他基建 那个 是的 还有就是反方 不是 还有就是正方 如果可以早点去 动释得到对方 是尝试把你的1.4美元 由最低的收购价 变成固定收购价 就是他们一开始前场 又不少说错了 但是你们也没有即时点出 如果各位都可以早点点出的话 那对你们的情况 就可以更好一些 嗯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刘雪姐的评语 接下来邀请周老师 为我们做些分享 刚才两位评判都分享了很多 尤其李靖泉老师 都已经是辩论界很资深的评判 所以我都很简单地说一说 主要来说我会觉得这一场 都见到大家做了很多的准备功夫 就是不是说在主线上面 说是很特别 很出人意表 但是见到在无论是一些 国家的例子 又或者数字上 都是找了很充足的资料 但是数字运用正正就是 因为大家可能找了很多的数字 很多不同的资料 那就很想将它在一份 可能3-4分钟的辩论法里面 全部倒出来 但是正如刚才评判都提到 其实你说了很多数字出来 就不代表对方 也都不代表评判 是可以立即吸收到的 OK 很多不同的数字 1.4 甚至乎本能可能是0.8 上升了多少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时间去写下 还有要时间消化的 所以连珠泡法这样 放一大堆数字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可以软简易概点 选一些最重要 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去到港 已经足够了 甚至乎去到后场 其实都听到比较多 一些可能是量化了 又或者一些比较生活快一点的例子 譬如真的讲到给我听 一些的合作者 他拿了那些收入回来的时候 可能原来72个国家里面 都只是起到只有4间诊所 或者只有5间学校 那这些数字我会觉得是有印象一点 例如只是说给我一个金额 或者一个百分比 那你起码让我听到 它是其实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 所见到的什么食物 或者可以做到些什么 这样比较容易入路一点的 另外除了数字运营那方面 就是讲到一个 我觉得问题上面 有时的问题都要想一下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譬如一开始的时候 我估计凡方应该是没有预测到 对面都会讲关于 那个改善社区配套 或者医联华学校这一样东西 所以在那个最终的结果的时候 就问了条问题 就说今天有方同学 是否觉得只要提升收入就可以 其他东西都不需要考虑呢 但其实别人正方主便 一开始出来第二个点 就已经告诉你 根本不是的 别人的条线是有包到其他东西的 那变了还继续问这条最终的结果 就有点奇怪了 或者比我感觉上 好像职场感就少了 好像没有听到别人的点 那在台下方面也是 问的问题 我会觉得正常最理想的情况之下 台下问的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新的资料 或者有些可能是之前负便 没有意识到的对方的一些 比较弱点的位置 是作为一个提点的作用 但是这场里面我会觉得 无论正反双方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台下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感觉上都是一些很慢用的题目 就是好像一早已经按照自己的主线 设定好了 我怎样都是问这两题的 感觉上是没有什么职场感的 没有什么就着对方 真的临场说的东西去做一些攻击的 所以台下上面 各个分数我都不算比得特别高 而且也想提回 这个我觉得正常的比赛里面 如果在台下的环节 真的问不到那个问题出来 即没有那个问题存在 其实应该都是照比分 但是好像就是对方可能回答的时候 那个分数会存在 那样 正常的比赛 我有印象的做法 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今次在那个比分上面 我都是根据这个平时比赛的做法 去作出了一些调整 毕竟我会觉得无论是台下发问也好 甚至是台上的发言也好 都不能够在那个比赛里面 预期有停吐的情况出现 是的 那另外呢 就会是 讲到那个标准的问题 今天其实都 无论是前场 可能是用前台次的形式听到 还是后场真的有同学说出来 都会听到其实正方 就会不停地觉得对方的标准太过高 太过可可 而反方的立场就会觉得 正方的标准太过低了 是不是帮到少少就叫做好有用呢 但是不停地重复 一边就骂对方标准过高 另一边就骂对方标准过低 这样的骂法 其实我会觉得意义不大 如果可以想好一点 去到令我去信你的话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你那边的标准是更加合理 为什么你那边的标准是比起对方的更加合理 而不是就这样抛一句出来 说有方同学你的标准太可可可 那样 其实那个作用就不大 是的 我主要讲的就是在这三边 谢谢 谢谢曾老师的评语 现在的 今天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 现在由我宣布赛果 首先是最佳辩论员掌项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的第一副辩 温瑞恩同学 恭喜 至于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0 反方得票3 换句话说今天胜出比赛的是 反方保六六世书员 恭喜 今场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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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